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2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台东县政府为了筹筹买回美丽湾建物的资金 清点的市区非公用现有土地 将标售49笔大约是5600平的进华土地 以目前市价来估算 至少可以为现户带来2亿元以上进账 而22号上午向饶庆林也召开记者会 向外界说明指出 处分土地案如果经行政月核定之后 在三年之内要分批来进行标售 为了筹筹买回美丽湾所需的6.29亿元 台东县政府清点市区非公用现有土地 将49笔约5600平的精华土地进行标售 台东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市区内一直在 把我们自己现有的土地慢慢的收回来 收回来最主要一方面除了我们县内的土地 要慢慢的自己清理之外 县府有的土地要慢慢清理之外 也是为了市容能够更整齐 一个进步的城市 其实它的市容的整齐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在这几年这样陆陆续续下来 也累积了相当多的土地 那么在今年十月 我们美丽湾仲裁案的结束 也让我们县政府 这一次的释出这几年 所累积下来的我们县府的土地 我们想这一次公开的说明 让我们一间 还有有兴趣的团体业者能够清楚的了解 那也希望大家对于台东的未来 能够有一起的努力 那我们自己大部分的土地都位于市区 这次出售的土地中 以新生路与福建路口的15坪土地面积最小 而位在台东女中与强国街旁 就税务局数设约1340坪 则是本次标售土地中最大笔 那这次标售的土地呢 要处分的土地的 大概都是在市区里面 那最大的大概是1340几坪 是在旧的税务局的宿舍 那最小的是在西生路的一个 大概45平方公尺的一块土地的商业区 接下来城区我们要报 我们现在是要报到内政部区 内政部他们如果评估现在有这些土地 是可以出售的 那会核定给县政府 那县政府来办理雇价 雇价我们都是委托 那外面的就是民间的一个雇价 或建价的一个公司来帮我们雇价 雇价完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办理公告 那一定是公开的 没有不会有私相授受的问题 一定是公开 财经处进一步说明 土地处分案将城报行政院核定后 将在三年内分批进行标售 一切公开透明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洽群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